先講一個很熱門的題目 移民 來到農曆六月 上升或者太陽寸淚座的朋友 最好不要搞移民 如果真的急的話 最好也先過滿月 即是大概7月26、27 不要緊 我當你去到7月尾 起碼去到7月尾 去到8月頭 但是好 如果你真的很急 屎臨尿賴的 你當7月27、28日才好去 但是 重新一次 以上的訊息 是普通的 所以 如果閣下 是曾經找我做過個人的服務 無論是算命還是占卜 如果我是跟你說 你這個時候移民是OK的 那就去囉 或者出國是OK的 那就去囉 是的 那 因為 其實一個人的盤裏面 有很多 有很多 叫做幫你去射走 一些 所謂衰運的因素 所以你們自己個人的盤 一定是最精準的 但是 以上的訊息 是一個籠統的訊息 OK 所以 麻煩你不要走來 好 好 所以 麻煩你不要走來 麻煩你不要走來 現在 說一些 算不算是一些 叫做 批評 又不是批評的 我給一些很善意 但是 同時也是很嚴厲的 建議 指證給你們 是的 因為看到這個盤 其實是 真的有些位置 不是那麼漂亮 而這些東西是 是因為你們自己本身 有些地方做得不好 但是原來是可以改善的 是有一個修補的餘地的 所以為何今期的新聞 我會說 其實對你們人生的成長 就算不要說到人生 但是 至少是 最近的人際關係方面 是可以有一個 緩和的契機 OK 還有我想強調 如果有 聽開我的《塔之亂藍》 就算我平時說 任何的預測 每天的星盤分析 每月的星座運劑 或者就算你找過我 做一些專人的服務 或者我平時說的 那些預言 等等 你們都知道我是一些 不喜歡的 虛無飄渺心靈計堂的人 可能因為我自己本身 就算我作為一個正常人 我也不喜歡聽這些廢話 因為我覺得這些是很廢話的 你走去問人去占卜 或者找人給一些意見 那別人就跟你說 你開心點 正能量 就什麼都會變好了 那我想什麼 我想你去 給一些 solid的意見 鬼不知道 人開心點 自己都 有些什麼 吸引力法實 能量 是不是 我知道做人樂觀 一定是好過悲觀的 但是有時候我去身體問到意見的話 我都想你說回一些實質的事情 不是把責任去 彈回給我 你走去占卜 我又叫你開心點就可以了 其實是那個占卜師 他不肯負責任 他叫你樂觀一點 是不是真的廢話 所以我平時是不喜歡做這些事情 但是 當我 如果真的要講到這些 這麼心靈雞湯的朋友的時候 你就知道我是真的來了 我平時不會做這些事情 我平時不會做這些事情 但當我做這些事情 是真的 什麼呢 你們很嚴重 柱女朋友 你們過往一直都很 對人很 我會說是黑薄的 我會說是黑薄 很差反 而且 我們經常批評那些處女座 尤其是職場的處女座 很神經質 要求很高 有些完美主義的朋友 我聽人說過的 你釘的文件 都說你的釘不知道 要用間契 量度多少寸的位置才可以下釘 我覺得這些事情是有點過分的 嗯 不過算了 其實我自己也是一個要求很高的人 但是 可能在你們心目中 你們會覺得不過分 所以可能我自己 有時候我自己本人的要求 如果我以前跟我共識過的人 有些人都會覺得 我要求過分 唉 有時候 一隻手指指人 其實有三隻都指著自己的 好了 我不可以說你們一定很過分 但是 起碼在很多人的心目中 你們會有少少少 格格不入 而根據星象 其實就不只是格格不入 那麼簡單 而是去到一個 我真的叫做比較 黑白寡人的地方 甚至會有些覺得你們是 江碧自容 此世靈人 是的 所以我勸你們 來近 所以現在開始要講一些很心理的 的態度 但是 真是根據星判而給的意見 OK 麻煩不要再那麼堅持自己 OK 有些事情你們要學會去放鬆少少少 以及放過別人 OK 如果不是你會很容易樹敵 有些人就會說 其實我不怕樹敵 眾人皆醉我獨醒 我只要是對我就可以了 OK 其他人說 是呀他們是我的敵人 因為他們全部不對 OK 你這樣會搞到 其實 當然自己會被孤立 還有 我又要退一步來講 其實是否真的一定是對 我會說根據這道聲像 我不可以說你對 但是很多東西是別人不去指出 還有可能是因為你的職權高 而別人才是敢怒不敢言 OK 所以你會是一個很feel good的世界 OK 自我感覺良好 但是其實 未必真是你對 OK 都還有一絲的機會 是其實你錯的 只不過 你有更加高的話事權 那些人都可能廢狗時 惱你或者真的 不敢向你反抗 OK 所以要改 OK 這個毛病要改 而這個毛病 其實我都說 一般人經常在這裡 踩處女座 這個不好 這個其實已經是 一個天生 很容易會犯的 老毛病 OK 但是在最近 是更加容易見到 會是出事的位置 OK 好 但我現在就去給你們一個解決 我想說 上天代你們不博的 就是 趁這個農曆六月 麻煩你 真的改了這個漏集 或者 其實 我不知道過去 會不會 這些事情 已經是出了事 OK 你們已經是會這樣 去得罪人 有些人在集體辭職抗議 或者有些人 在辦公室和你開課 我不知道會不會 已經是出了事 OK 但是趁這個農曆六月 我恭喜你了 如果你改的話 你是絕對可以化敵為友 化乾歌為玉白 是重振那個士氣的 你工作的那個地方 那些人是會喜歡你 是做到你的朋友的經驗 所以你說 是不是很重要的 這個訊息 竟然是可以有一個180度 是真的完全180度的扭轉 所以我請你們 鼓起你們的勇氣 因為有一句說話叫做 支持近乎勇 其實有時候有些不好的地方 當你肯 不是說自己偷偷地去改 當你是在這麼多人面前 你去承認低威 去承認自己錯 或者好 就算你還要留些薄面 你不去趕 趕出來和大家道歉 但是你慢慢去 去撕掉了這件事 其實大家是會有目共睹 大家是會重新接立回來的 所以其實你都還沒有叫做 永不超新的 你都還可以去想回來這個人間 甚至是上天堂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農曆六月 竟然給了一線生機 因為真的 我一邊剛剛說 你的漏襲 之前一邊在批評你們的地方 是全部出事的 但是竟然這個農曆六月 伴隨著巨蟹座的新月 上天是給了一線生機 所以要感到慶幸 好 還有 其實除了這些職場的關係 還有一件事 親密關係 男女朋友 或者你老公老婆 或者甚至是家人 也有關係 如果有一些一直不搞緣的地方 大家有些 聊不完 或者一些生活習慣很不同的事情 原來這個農曆六月 是可以達成共識 大家是可以 在一些理念上的問題 是傾清清楚 但是 同樣 這個契機 並不是人家無緣無故 變得很仁慈 很大方 原諒你的過錯 這個是契機 在於 一定要你們自己肯去改 不要再那麼 神經質 不要再那麼刻薄 不要再那麼盛世靈人 這樣 你們才可以 可以有一個美好的結果 唉唷 幸好最後幾乎加回 還有一個最好最好的消息 是一個好消息 現在踩完你們 現在又要捧回你們上天了 不是啊 其實我剛剛不是踩你們的 我真的為你們好 相信我 好消息好消息 如果你們單身的話 記得快點去認識別人 不是吃人 是認識別人 哈哈 很快會出到副 然後是 簡直可以是 是真實的長期的 那種的關係 真的 如果龍力六月 是拍拖的話 這個人應該是真明天子 結得分那種 OK 或者就算現代人 不是經常喜歡結婚 但都可以愛成長袍 那些朋友 還有 記住 這個認識別人的途徑 不是在APP 也不是單對單那些 是一群人 所以趁現在疫情 有少少的緩和 會不會有多些地方 都會有多少少的群眾活動呢 我不是鼓吹大家 要做些什麼 任何不符合法律的事情 我都要補底 但是如果有一些 喂 我當是室內家庭聚會 可以嗎 有些朋友在家裡 去搞家庭聚會 那這些可以去了吧 不犯法了吧 OK 那這些地方你還沒去 看看會不會認識到一些 心儀的對象 還有有可能 不過這裡是有少少的可能 這個人可能是你以前已經認識的 這個所謂新的心靈天子 可能你以前已經是 甚至拍拖 誰知道以前不適合 但是今次見面 又重言外科法 這件事情可以去留意一下 是一個挺漂亮的能量 最後提醒大家 以後的新聞post 無論在哪個平台 Facebook, IG, Mimi, YouTube 都記得要按下文字的description 去找一下有沒有財蛋 說真的 我塔尖聯林星雲 都算是在玄學界裡比較unique 首先我不是透過Cartumency 即是抽牌 即是占卜師的一己之力 去講宇宙的大事 OK 就算有時候我講宇宙大事 我都是跟星象的 或者是根據別人的那些盤 去算他的命 而第二 雖然坊間都真的有占星師 會跟星象去做monthly horoscopes 但是他們是根據 calendar month 而我都經常強調星星是有自己運行軌跡 我們不應該被人為的力法去影響 所以我才為何是做初一生月 甚至以前有時間會做十五滿月 但是今天開始 我就決定了 為了令我的這個星運更加特別 我去走多一步 亦都是給大家的小小心意 就說 在我弄完星運的影片之後 provided我有時間 我就會在看恒星planets之外 看了fixed stars 恒星銀行的那個恒星 但是又要記住 其實因為恒星的角度是觸得很緊的 它就未必每一個月 就會對每一個星座造成影響 所以有還是沒有 就會留待在文字的description 給大家去發掘